大家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引带来的DOTAR解说 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DOTAR研究室6.87新版本的英雄改动讲解 那么今天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重要的英雄呢 全部都拿出来了 重要的英雄都拿出来了 然后呢 有些不太重要的英雄啊 就是改动呢 不是特别大的英雄呢 我们就一笔再过 然后比较重要的一些英雄改动呢 我也都给大家在这里呢 其实都已经列出来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屏幕放到一个稍微干净一点的地方呢 给大家先看一下啊 简单的先看一下 首先呢 有这么几个英雄呢 是新增了一张的效果 雪魔 神域 蓝猫 冰龙 其实还有一个 其实还有一个英雄 也是新增的是老虎 我们在这边这个文字就稍微改一下 大家稍等 我们把这个老虎的位置呢 改一下啊 也是 其实老虎呢 也是一个新增了一个A仗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雪魔 神域 蓝猫 冰龙和老虎这几个新增了神障效果的 重要的A仗效果技能修改呢 包括神牛 虚空 飞机 凤凰 影魔和天诺 然后呢 还有一些英雄呢 是被加强的 有一些英雄呢 则是被削弱的 我们先把这些有神障效果改变的英雄呢 一个一个的给大家呢 来测试一遍 第一个是雪魔 雪魔的这个神障效果呢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比较弹腾的 就是他的这个大招会变成一个充能的技能 也就是说这个技能呢 最多是两点 换句话说 实际上就是你有了A仗以后呢 你可以让你自己的这个大招 在同一时间在团战的时候攒好了点 可以扔给两个人 或者是呢 你扔给一个人两次是没作用的 你扔给一个人两次的话也只有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大招只能是你扔给一个人 你只有这一个效果 就只能是把这个技能扔给一个人 两个不同的人 扔给一个人是没用的 两次的话效果只会技能时间会刷新 并没有其他的一个作用 就这么点改动 没有其他的 所以这个技能呢 仍然是个废物啊 你去送死就可以了 不理他 然后看神隅者 神隅者这个英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英雄 这次的这个神障改动应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厉害的 我们先把WTF关掉 把WTF模式关掉 他的神障效果呢 其实有两个 但是呢 都是针对一个技能 并非是他的大招 而是他的这个三技能 这个E这个技能 E这个技能大家都知道是神隅者一个很核心的爆发技能 就是ET三连 核心就是这个E 神障升级效果并不提升他的 并不提升他的伤害 而降低了他的这个Coudown时间 就是CD时间呢 从2.25秒吧 我印象当中是 我看一下是2.25 还是 对是2.25秒 从2.25秒变成了1秒钟一个 换句话说他现在是这样一个效果 每1秒就可以扔一个这个技能 所以这个英雄他在中后期的时候 这个团战的分体爆发能力还是很强的 而且呢 这个技能你可以就是这样 以前是E T然后E这样三连 现在由于他这个技能一秒一个 你可以就是先给对方先怼上三个 然后再给他净化掉 然后继续给他怼E 所以神域者这个A章的效果的提升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而且神域者这个英雄 因为他如果走一个辅助路线的话 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装备适合他 比如说像 以太 他基本上出一个以太就没有什么装备需要了 然后如果你还是觉得救人不方便 最多再出把跳 就没有其他可以出的装备了 比较尴尬 那么现在有了这个A章效果呢 我觉得 对于神域者来说是一个很划算 很直接的一个提升 还是不错的这个A章效果 这个是关于神域者的一个改动 除此之外呢 他也没什么其他变的东西了 我们直接把他扔掉去死就可以了 不理他 然后下一个英雄的改动 下一个英雄的改动呢 是蓝猫 蓝猫的这个A章效果 蓝猫的A章效果呢也不错 蓝猫的一张效果是把他的这个拉这个技能 电子涡流吧 好像叫 把这个技能呢 变成了一个AOE 也就是他以前是只能拉一个一个单位 在有了这个电子涡流以后呢 他会变成一个475码范围的一个AOE 就是当你使用这个技能以后 可以把你475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全部都拉过来 那就是这样 那么变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呃 配合这个技能应该说是配合一些特定英雄的啊 配合一些特定英雄应该说效果还有可能会比较不错 呃 但实际上还是一个废物啊 因为他这个滚还是过于的好蓝了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并没有什么卵用啊 并没有什么卵用 虽然说他是增加了这个效果 但是我还是看不太出来他有什么很好的一个价值 我们先把刷兵关掉 省得再出现这个小兵被对方给A死这种情况 你们都去楼上这开会啊 所有人都去楼上开会 我们再看下一个英雄的一个改动 那么冰龙啊 冰龙的这个改动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变态的一个改动 他的A账效果会让他的这个严寒灼烧这个技能呢 变成一个可关闭和可开启的一个持续状态的一个技能 换句话说 他可以一直开着这个状态 然后呢 他可以一直开着这个状态 每秒钟呢 扣40点蓝 但是他可以一直开着 就可以一直 我可以一直飞 我可以一直飞在天上 而且呢 我可以一直用这个兔的这个技能 我攻击射程超远 我有一个超远的一个攻击射程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后续的持续伤害 还有一个百分比的一个掉血 所以这个英雄到了后期的一个改动啊 真的是挺变态的 你看他兔人 兔这些满级的人 刚开始上去掉血是不多 但是后续的这个伤害 由于他是一个百分比掉血 所以打人很疼 那么也就是说以后这个兵龙很有可能 就是会变成一个纯粹的炮胎 就是他是有可能会晋升为一个 很强很强很强的一个后排火力输出点的 因为他的这个输出并不在乎你的这个人有多少血 你的这个英雄凯瑞再硬 无所谓 反正我是按百分比掉 他应该到后期这个版本应该会重新在比较多的登上舞台 但是应该不会是以一个五号位的身份出现 因为他五号位的兵龙的话 A帐这个东西太过于奢侈 基本上是出不来的 然后是老虎 老虎这个A帐效果特别淡疼 在大部分的这个解释文里面其实没有把它解释成一个A帐效果 就是说下一次你遇到敌人的时候肯定第一时间就会把这个技能给放出来 就这样 包括野怪 但是由于这样的话你就不费蓝了 这个技能不费蓝 这也就解决了老虎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蓝号的问题 解决这个老虎的蓝号问题 但实际上还是没有什么乱用 真的还是没有什么乱用 只能因为一个A帐 如果你出一个A帐的 我去坏了 还惹到肉上算了 你一块能不能给肉弹弄死了 好吧 那么这这些人应该是应该是可以打得过这个肉扇的 应该是可以打得过这个肉扇的 我们不管他了 老虎还是没有什么乱用 我们先扔在那不管他 然后是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英雄 神牛 神牛这个英雄的这个A帐效果 如果你没有阅读过新版本的更新的话 这个A帐效果应该是会让你最开心的一点 因为除了本身的这个效果 我不知道他本身的这个效果还有没有 现在目前游戏里面看说明是显示是有 但是呢 现在这个游戏里有很多说明 还有一些bug 就新版本的bug现在还是很多 然后他现在最主要的改动呢是这个强化图腾 强化图腾这个技能呢 现在变成一个可施放的一个技能了 而且呢他是跳过去 哎 跳过去砸着你一下 这个技能现在变得非常的非常的逗 你可以想象一下他走到敌人 他等于是跳到对方的身上 给一个强化图腾 他这个强化图腾别的效果 咱们姑且放一边不说最起码他带有一次余震 他带有一次余震的同时呢 他等于是多了一个跳刀 而且可以跳到你的身上 这个范图是900码 距离还很远 最关键的是他强化的是这个强化图腾这个技能 他只有5秒钟的CD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牛头出了一个A仗的话 你一次团战当中可以放出很多次这样的技能 走在离得很远的地方 给上一个强化图腾过去拍着你一巴掌 然后F然后走开 然后你以后你就再也不用担心 你砸不到人了 对吧 再也不用担心说你因为你这个强化图腾离得人太近 余震砸不到人了 你现在可以跳过去 所以牛头的这个A仗效果 我觉得是整个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所有英雄 所有英雄的A仗效果里面最实在的一个提升 他可以说被牛头这个英雄创到了很多新的可能性 这个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所有英雄里面真的是最有效的一个技能 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提升 OK那么这个非常开心的 关键是他跨地形 他是跳过去 他跨地形 这个真的很无耻 所以以后你就大家用牛的时候 你就可以再也不用担心说你这个跳刀 你这个跳刀被对方打断了 然后没法去跳过去干别人 你现在是可以跳直接跳过去 所以这个牛还是非常欢乐的 这个是关于牛头的一个改动 虚空的大招其实说是我放在了一个很重要这个里面 但其实他最主要的一个改动就是他的一个大招不再提升他的控制时间了 他只是缩短 只是缩短CD 他不提升时间 而且你看他的说明文里面现在还是写着增加持续时间 所以他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文字上的虚数还是有很多的漏洞 就是他大招现在只有5秒 A仗出了A仗以后你满机大也只有5秒 而且这个英雄他现在呢 这个被动时间锁定这个技能的额外伤害呢 提升了很多 提升了将近一倍的伤害 但是呢他以前在这个时间结界里面有一个双倍伤害 但是现在没有了 现在这个时间锁定在这个时间结界里面是没有双倍伤害的 所以也是比较尴尬啊 也是比较尴尬 说变强了也没变强 说变弱呢也没变弱 很还是很尴尬的一个定位 就是现在他想走一个控制路线呢 反而更难走 想走DPS呢 又不是特别靠谱 仍然是没有闪避那个技能 还是一个时间膨胀 而且时间膨胀这个技能呢 有是做了一个比较 怎么说啊 从数值上是比较多的一个改动 但实际上呢 感给人感觉特别淡疼 特别特别的淡疼 时间膨胀的冷却时间呢 被延长了 升满 大概每一集是延长了4秒 就是他的CD变长了很多 然后减速效果呢 从七八九十的版本比呢 调整固定为8%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虚空甲面是变 就是改了 但是呢 改的让人感觉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影响不是特别大 最多就是他前期这个时间锁定 技能伤害提高一些 可能会比较有意思 基本就是这样 飞机 飞机的这个衣裳效果啊 特别的有意思 飞机这个衣裳效果呢 是等于是给飞机增加了一个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我应该叫什么呀 这个技能 就是如果大家以前玩过那个 DOTA1 特别早版 DOTA1不是在那个魔兽世界 魔兽争霸里面的那个平台上面吗 然后那个里边有一个叫大海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那个大海战的那个RPG地图 就是所有的武器都是自导炮 自导武器 然后现在飞机增加了这名效果 就是你移动到对方的身边的时候 每隔一点 呃 是一点多少来 我想1.4秒 1.4秒对600范围内的一个攻击呢 随动发飞随机发动一次攻击 啊 这个攻击判定就是一次飞机的普通攻击 完全按照飞机当前的这个攻击力 以及身上你所有的这个被动效果 暴击等等这些都他都继承了 就等于是帮你多一次普通攻击 就每1.4秒多一次普通攻击 范围呢是600码 然后随机攻击一个人 注意是一个人 并不是随机攻击600范围内所有敌人 只有一次 呃 所以这个 呃 比较弹堂的是什么呢 就是 他作用机制跟火箭弹幕一样 就是你被控制了 你被控制了的话呢 也一样会有这个效果 不过如果你要是受到了比如说黑鸟的剃 或者是毒狗的地 就是把你给等从地图上消失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攻击是不会出现的 而且呢如果你是在隐身状态下 比如你吃了一个隐身符 或者吃了一个开了一个引刀 那么这个也不会攻击 也是不会攻击的 那么这个是爱人直升机一个大招的改动 而且他这个大招现在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bug 就是他原来大招的一个效果是 A杖的效果是大招变成了一个全地图的一个范围 但是现在呢没有了 我不知道是取消了还是还是说现在是现在的一个bug 大家可以看我扔到远处是没有的 以前他是一个全地图的一个伤害范围 但是现在并不是 但是我在他的更新文档说明里面 并没有找到爱人直升机A杖大招的一个效果 被取消了并没有看到 而且现在这个技能说明里面还是有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算是一个bug 还是算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是关于飞机的一个A杖的效果修改 然后凤凰凤凰的这个A杖效果现在特别的变态 我为什么要加一个特别变态 因为大家都知道凤凰的这个技能特点就是 变弹 变成弹 然后呢最怕的效果是弹碎 A杖以后的效果呢是可以 对英雄释放 就是可以跟他的友军 你可以跟他友军一起释放 换句话说就有点类似于那个谁 类似于海民的雪球 有点类似于海民的雪球 但是区别在哪呢 就是大家看一下我先打他 然后呢停 这又开个这个WTF模式啊 我先把他打掉点血 然后呢变弹 可以把队友吸进来 然后吸进来重生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全都是满血满蓝的 这个是跟海民的那个大招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他等于是可以帮你去救一个队友 而且不是不单纯是救一个队友 可以让你救队友直接完成一个重生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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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的一个状态 非常强的一个技能 但是A杖现在A杖效果以后特别变态 就是A杖以后打碎这个弹需要打13下 我们这里拿这个冰龙作业测试 3下4下5下6下 也就是说以这个25级的冰龙 25级的冰龙在没有其他加工素的这个装备的情况下呢 两个冰龙25级的是打不碎这颗弹的 他的攻击次数增加到了13次 所以说这个A杖效果还是很实在 升级以后是7次10次13次 没升级之前那是5次8次和11次 等于是A杖是把每一集的这个 你打碎弹的次数增加了两次 再加上A杖效果本身是很划算 所以A杖对凤凰这个英雄 我个人觉得还是加强的比较多 然后是影魔影魔的A杖效果 现在也是比较霸气 就是他的这个支配死灵 支配死灵这个技能 现在当你在有了A杖以后呢 会增加这个就是增加为 增加你这个灵魂上限 以前是15 22 29 36 现在是变成了22 30 38 46 换句话说呢 现在的这个死灵的攻击力可以给你提升 可以给你提升92点攻击力 除了这92点攻击力可以提升以外呢 还可以给你的大招提供一个非常非常变态的一个伤害输出 一个提升 哇 基本上还在拼 那让他们先拼着 因为他这个大招大家都知道 就是现在的这个影魔大招啊 呃 现在影魔这个大招 他除了初见以后 他还会有一个回来的一下 当然我现在身上因为一个魂都没有看不出来 就是他除了初见那件 他还会回来一下 等于有两次伤害 而且在有了A杖以后呢 你的这个支配死灵的数量上限可以提高到46 比以前多了10个 比以前等于多了10个灵魂上限 所以他整体最后的一个伤害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质变 据说有人测试过他的一个大招可以打出3000多的伤害 就是对单体 在完美大的情况下可以打出3000多的伤害 是一个非常非常变态的一个数据 然后另外呢还带吸血 所以影魔下一个版本 我估计如果他上场的话 应该A杖会变成一个呃 呃长柱长柱的装备 因为确确实实是挺好用的 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长柱装备 这个是关于影魔 呃 然后天怒天怒这个英雄 他的这个A杖效果我个人觉得是 提升可以说是 特别特别强 但是需要有对手去配合 他的这个神秘之药 也就是他这个大招大家都知道 他的这个伤害是 呃非常高啊 神体来说这个伤害非常高 是2.4秒期间内造成 升满机后是1400的一个伤害 但是他神障升级了以后呢 他以前的神障升级效果是把CD给去掉 也就是他最 升完了以后呢 是0CD 只要你拦够 你可以无限的扔这个大招 满地图铺满都可以 只要你拦够 但是他现在这个A杖效果改了 改成了他这个持续时间延长到了12秒 单位时间内的伤害不变 延长到了12秒 这个大招的持续时间 就但是他的CD有5秒 这个我们把WTF关掉大家就可以看到 他是5秒钟的CD 但是他持续时间延长到了12秒钟的时间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这边有一个虚空之类的英雄的话 这个虚空把人罩住 然后你只要往里头扔一个大招 你就不用管了 或者是你们这边有其他的什么 就类似的可以把人定在一个地方很长时间的这种英雄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大招扔在那就不用管了 因为毕竟这个大招耗蓝非常高 一个大招要耗800点蓝 所以呢 就算是给你0秒的CD 一般来说这个技能也放不出来多少个 所以说这个A杖的效果的改变呢 我个人觉得对于天怒来说 是一个比较实实在在的一个提升 确实就是他出A杖的效果比以前要大多了 然后这个些是关于重要的一个A杖效果修改的一些英雄 然后说一说就是改动比较大的英雄 我们先从增强的英雄来说 有些英雄就是改动就是纯粹数值上的这个 改变 我这里就不给大家把这个英雄拉出来了 然后一点再给大家说 比较明显的增强的就是变体精灵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强 就是他复制体的这个攻击力继承 从50%提高到了80% 换句话说 他的复制体攻击力已经快接近于这个本体了 然后呢 他的这个浑源的冷却时间是从120秒减少到了70秒 所以这个变体精灵是毫无任何削弱 完全是被增强 一共就两个改变全都是增强这个英雄 这个是水人 呃换次 换次这个英雄这次的改变也是比较直接 他的D这个技能就是窒息之刃那个D的那个飞镖 现在呢除了本身的伤害还会再造成一次物理伤害 啊 还会造成一次物理伤害 伤害是60加上英雄物理伤害的 25%我40 55 70也就是说生满以后是60加上英雄物理伤害的70% 而且所有攻击特效与英雄攻击时相同 换句话说 如果你身上有个吸血或者有一个暗灭之类的道具呢 在你D上去的时候也一样会继承一个特效 而且同样继承暴击 我今天在打的时候我们队列员有一个神装换次一个D上去暴击一千多的伤害 所以这个换次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加强 换次的这个转身速率也是稍微有一点减缓 以前的转身速率是0.4 现在提高到0.6 那么也就是说换次的转身速度会变慢一点 但是影响不会特别的大 这个是换次的一个调整 沉默数是 沉默也算我个人觉得啊 他算是一个加强 就他的最后遗言 我们才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有些英雄改变了 但是呢我觉得放在游戏里面看的有点不值当的 哎呀眼瞎了眼瞎了眼瞎了 找不着沉默了 他现在这个最后遗言大家都知道 以前这个最后遗言是给对方减缩 其实包括他现在这个技能说明里面也还是写着 目标会受到伤害并减缩 现在这个最后遗言这个技能不会减速了 他把这个减速技能放到奥数诅咒里面 换句话说他从一个单体减速变成了一个群体减速 奥数诅咒的基础持续时间是降低了一秒 从7秒变成6秒 然后呢减缓移速呢升完以后是18% 但他毕竟是一个群体减速 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比以前要更强一点 而且cd减调整了一些 cd稍微增加了一点 大这个智慧之愿就是他这个法球的伤害呢 是稍微调整一下 一级比以前高了一点点 二级相同 三级和四级比以前低了一点 但是由于他的奥数诅咒这个技能增强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强 毕竟他等于相当于是把一个单体减速变成一个群体减速 而且还是放在了这个一技能里面 他这个一技能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技能 其实他对于像卡尔什么之类 这种英雄的限制还是非常大的 就你给卡尔套上一个这个卡尔真的很蛋疼 老切技能他每次切一次技能 这个技能就延长 然后最后这卡尔就发现自己没血就快死了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这个是沉默 然后下一个是法姆姬 法姆姬这个英雄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应该算是 应该说是加强的比较直接 应该说是比较加强比较直接 就是他的死亡旋风 就是他D的那个技能 负面持续效果 也就是给人减属性的那个 持续时间是增加了三秒 然后最关键的增强是他的活性护甲 每层生命的恢复速率和护甲加成提高了 他并不是固定的像以前是一点 就是一点护甲和一点生命恢复 现在是提高了每一集增加0.2 就是1 1.2 1.4 1.6 也就是说每一集现在 当你如果升满了的话 会比以前的有一个60%的效果提升 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实在 等于他把就是把这个技能 升满了以后 比以前的效果提升了60% 非常非常实在 不管是护甲还是恢复生命的速度 都是提高60% 非常非常实在的一个提升 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削弱点 这个是伐木机 然后巨模 巨模的改变 巨模战将的改变的主要就是他的飞斧 远程形态的飞斧 这给大家找一下 远程形态的飞斧技能 大家都知道他以前的CD是比较长的 现在他的CD被削到了 升满了以后只有10秒 热血战魂也就是他的一个被动 这个被动的最大叠加层数 以前是6层 现在改为了7层 所以这个英雄有可能还会重新 上到场 重新上场 因为最近这个英雄 确实在天地里面 几乎不会有人去用他 太弱了 真的是有点太弱了 没有爆发 没有爆发 然后呢 腿又比较短 他不像之前移动速度那么快 他腿又比较短 所以用的人就比较少了 小骷髅和狮王 小骷髅和狮王这两个英雄 他们的改变呢 有一点类似 小骷髅和狮王他们的增强的点 其实我个人把他们认为就是 小骷髅的棒子和狮王的墓碑 这两个技能呢 都是将幻象的攻击 视为是非英雄单位攻击 这个区别是很明显的 因为这个棒子这个东西 摧毁棒子所需要的攻击次数 还有摧毁墓碑所需要的攻击次数 对于英雄单位来说 英雄单位和普通单位的这个要求 是不一样的 就这个次数要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比较 直接的一个提升 那就是说白了 就是他的棒子和他的这个 墓碑和狮王的这个墓碑呢 不再害怕 对方的这个幻象了 狮王现在是个力量性英雄 以前以前的摧毁是智力型英雄 虽然他的力量常常很高 我这边忘了 呃 所以他这个 就是墓碑和 墓碑和这个小骷髅的棒子 应该说现在是得到了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生存能力的一个提升 然后削弱的英雄 一个一个给大家捋 最重要的这个英雄呢 我给大家拿出来了 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削弱两个点 一个是电狗 电狗的大招 他这个大招技能呢 是 呃他这个 当然他他拿一仗没用啊 他拿一仗没用 他这个大招以前是一级和二级拿出来的时候呢 是会费自己的血和蓝 现在呢把这个取消了 就是不掉血也不掉蓝了 换句话说就是你不需要再用这个 呃电狗啊 你不需要再用这个电狗呢 开一个大招给自己贴一个血贴一个蓝了 就是回这个血 但是呢呃 代价也很大 就是他这个英雄现在的分身 他这个分身出来不会再刷新 所有的这个物品的cd了 也就是说以前大家固定拿他出一个点金手 然后呢 拿一个每次都可以用他这个幻象招出来一个幻象去点金 现在这个方法就不行了 包括死灵书 所以现在这个电狗再想去用飞鞋死灵书点金这个套路去代仙呢 已经不现实了 呃 完全不现实了 因为你已经不可能就要不停的去刷新这个死灵书和点金的cd 呃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电狗呢 现在呢大招不会再复制死亡以后会掉落的物品 其实就只有两个东西 一个圣剑一个宝石 呃也就是说圣剑的电狗呢不存在了 但其实这个改动挺蛋疼的 有没有这个改动都一样 你不能去刷新点金和死灵书的cd和以及飞鞋的cd的话 不会有人再用电狗这个英雄了 可以说这个英雄的这一次改动就已经宣告了这个英雄在DOTA2当中再也不会出场了 因为没用了这个英雄他的其他的改动也都是在削弱 就是他的这个乱流的减速被削弱了磁场的冷却时间呢虽然是减少了 但是磁场的这个现在只能闪避来自磁场外的攻击 换句话说如果你站在磁场里面别人是一个近战英雄进来一块砍你的话 你还是要被打中 所以说这个英雄现在很弱啊 真的是很弱 呃可以说 只能变成一个纯粹的酱油 呃闪光幽魂他这个大招呢 呃他这个种草莓这个技能呢比以前好一点就是以前是三秒钟出来 现在是两秒钟就可以出来 比以前的这个成型时间呢要早一点 而且打到别人身上呢会附带一个净化效果 但是仍然没有什么卵用这个英雄估计以后不会再有人用了 因为他的核心技能套路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点击死灵说这两个东西 但是现在这两个东西你cd不刷了 不用了啊 这个英雄基本就没用了 嗯 虽然他的成长增加了很多力量成长和治理成长都增加了非常多 但是呢 还是没有用 还是没有用 老陈老陈那一削弱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大招 他的大招那叫上帝之手吧还是叫什么那不是加血吗 加血以前是可以给他所有的这个召唤生物 加满血现在的这个效果没有了 以前他带着如果一个16级以上的三级大招的陈带着三个这种远古生物 一个时候俩黑龙 带着队伍推到你家里边 然后让这三个东西在前面顶着你真的没办法 这仨摸免的东西往前一站 防御率又高血又长 好不容易快打死了老陈一个大招加满了 这个东西真的到了后期以后有点无解 但是现在呢不存在了 因为大招不回血了 所以你很轻松就可以被打死 死亡先知的削弱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削弱 其实最主要的这个死亡先知削弱就是他的吸魂巫术吸血的那个技能 他的伤害类型不再是纯粹了 改为了魔法伤害 而且不再无视魔法免疫 而且不再提供视野 而且缓冲距离从300呢降低到了250 所以可以说死亡先知这个英雄在当前这个版本能够成为一个热门中单赖以生存的一个技能 已经被改了跟废物一样跟没有一样 虽然说乍一看他的伤害是从20加上1234 提高到了25 加上1%2.5%4%和5.5% 乍一看整个的这个伤害是提升了 但是由于是从纯粹改为了魔法 所以最终打到英雄身的伤害一样 基本上区别不大 而且他还要受到对方如果有魔法抗性的影响 呃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技能是变弱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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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啊 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 就从一个神迹变成一个很普通的技能 但是由于死亡先知这个英雄 这个版本之所以能上场就是因为这个技能的变强 呃 但是这个技能被削没了 所以我估计死亡先知又有很长一段时间要淡出大家的视野了 感觉威兽和冰蛙在做这个导塔2的时候 就是对于当前版本的热门英雄的削弱削的有点过分 我个人是认为的 然后土猫 土猫这个英雄 土猫这个英雄的削弱其实特别简单 他就削了一个技能就是他这个踢球啊 踢球这个技能被削了 踢球这个技能被削成什么样的 踢球技能主要就是他这个以前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踢球现在速度非常快 但是现在这个踢球 沿用我昨天在做直播的一个观众的一句话说 就只要不是脑残 只要不是脑残基本都能躲开 你看这个移动速度 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再感受一下这个速度 这真的是萌萌哒啊这个移动速度 所以现在这个土猫如果你想踢种人的话 再像以前那样说离的特别远 然后呢用这个石头 用这个石头去打先手已经不现实了 因为这个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现在最好的方法呢还是滚啊 还是先滚过去 先滚过去以后再踢 滚到别人面前再踢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但是现在呢一样 由于这个技能的一个被削弱呢 所以整整体来说呢就 就不存在说你拿这个石头去打先手了 这么一个事了 比较弹头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挺难受的一个改动 整体来说这个土猫的英雄现在被削的比较严重 但是呢由于这个这个英雄他的这个滚 他只有一个就是踢使的这个技能被削弱 他的其他的技能并没有被削弱 所以我觉得这个英雄呢还是会上场 还是会有人拿他上场 不过呢不像以前那么bug了就 这个是土猫的一个削弱 虚空呢刚才给大家讲了 就是他的那个啥 他的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版本其实最火的一个技能那个时间锁定 时间膨胀 时间膨胀的一个技能被削了 而且削的比较严重 然后这个版本还有一个被削的特别特别特别 特别惨的一个英雄就是卡尔 卡尔这个英雄这个版本被削的简直就是 丧心病狂 卡尔这个英雄这个版本被削的 什么程度就是他的初始的这个智力 他初始的智力从22减少到16 从22减少16是什么感觉 就是他初始的攻击力只有38 在你不不升火球 不升这个火球智力 呃 升火球智力好像36 好像是我忘了是36还是38 这个是卡尔的初始攻击力 我今天试了一下 出门带一个那个乌云挂架 就是法师的那个乌云挂架 然后再出三个火球出来的那个攻击力 补兵还是弹疼的很就是他的初始之力 被减了非常非常多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别直观的削弱 就是蓝量比以前少了特别多 就是你初始的时候 一个天火扔出去以后 你再想放陨石蓝是不够的 所以这个卡尔这个削弱 在初期的削弱 可以说是把这个英雄初期 简直就削成了一个弱智 缺成一个脑残 就没法弄了 就他的三维加起来 我算了一下 他的力量 初始力量 加敏捷加智力 加到一块好像是46点 三维属性 没有一个上20的 全都十几点 特别特别惨 呃 幽灵漫步的隐身的这个CD 从35秒增加到了40秒 强气飓风 就是他的吹风的视野 从600减少到了200 呃 然后 急速冷却现在可以被驱散 换句话说呢 猴子的这个神经百变啊 包括其他的那些分身啊 都是可以把这个急速冷却驱散掉的 呃 另外一个让人感觉用起来特别 难受的一点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召唤啊 召唤的那个大招 切技能的时候会有一个0.05秒的尸把前摇 就是他以前是0 现在是0.05 大家不要小看这0.05 你如果经常用卡尔的话 你调整技能位置的时候 然后再切入一个新技能的时候 他不是之前本来是没有CD吗 但是现在就因为多了这0.05秒的一个尸把延迟前摇 会让你感觉特别特别的不流畅 所以卡尔这个版本真的是被削的非常非常的严重 然后小狗小狗这个英雄 小狗这个英雄我忘了给大家招出来 我招一个小狗出来吧 大家稍等 是红鬼 是红鬼 大家稍等啊 那我们把这个英雄创造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我们招出一个小狗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他这个等级升起来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在哪 这个英雄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高达狗不存在了 就是以前大家一直赖以为生的高达狗不存在了 他现在感染这个技能远古单位只能感染二级或者三级的 这个远古单位 换句话说比如说这波黑龙 黑龙的这个小黑龙是三级大黑龙是六级 你现在这个感染是感染不了这个大黑龙的 也不是也不是说也不是他这个可能他这个翻译的有点问题啊 他这个翻译的有点问题 呃他的翻译是感染现在只能以二级和三级远古生物生物为目标 然后呢但是咱们这个地方现在是看到大家现在看到我钻到了这个黑龙里面 但是我没办法去控制这个黑龙 这个控制我现在点不了我只能出来吃掉他 然后呢这个小的 来稍等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因为我这个因为不是因为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试玩啊这个试玩这个一个问题 呃我不知道他是这个版本的一个还没有更新过的还是一个bug 因为小狗从更新文档来看的话 他现在的这个感染大招是不能吃三级以上的这个远古单位的 只能是吃二级和三级的这个远古生物目标 换句话说呢高达狗不存在了 但是咱们这一次测试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看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待会儿单独再测试一下吧 我单独待会儿再测试一下 我们先继续说 呃不知道是游戏还没更新完还是什么原因 反正从反正更新文档里面是写了 这个小狗的这个大招不能去以六级的这个远古单位为目标 呃先知的一个削弱主要就是 他的树人 树人的视野削减到了固定为500 然后呢击杀树人的奖励提升了 这个是先知的一个削弱其他的没什么改变 黑鸟削弱的比较多 黑鸟削弱的是他的这个攻击 黑鸟的这个攻击法球呃 智力窃取从之前的二三四五现在变到了一二三四 然后奥数天球的这个魔号 这个蓝号从固定的一百点增加到了一百一百二一百四百六 就升满级的这个奥数天球一下要飞一百六十点蓝 所以这个英雄他在初期呃 或者是甚至是中前期的这个法球 都不能肆无忌惮的去扔了呃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黑鸟的成型时间 而且在这个星体经过就是T的那个技能的施法距离呢 也是前几级的施法距离被降低了非常多 一级只有225 跟近战英雄的攻击范围差不多 换句话说呢就是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个黑鸟加白虎的T剑组合呢 关键组合呢就是呃 必须要让这个黑鸟离对方很近 那么如果对方注意一下走位的话 这个技能这个技能搭配呢就不存在了 这个是关于黑鸟的一个削弱 优鬼和宙斯这两个英雄的削弱呢 优鬼先说优鬼优鬼的削弱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闽成长 闽成长被削了特别的多 然后他的这个D优鬼之刃的减速效果呢 以前是无视副技能免疫的 现在呢不是了 开BKB就没用了 呃大招的冷却时间以前是固定两分钟 现在是一级140秒 二级130秒 三级是120秒两分钟 呃 还有一个削弱是他的这个大招的幻象 以前是无视悬晕效果的 他会一直追你的 就是追着你的英雄到天荒地牢 就算你开了分身他也一样会追你的本铁 现在呢可以打晕 啊现在是可以打晕的 然后闽结成长降了非常狠 以前的闽成长是2.2 现在直接被降到了1.8 每一级少了0.4 10级呢就少4.米 所以呢 整体来说给人的感觉优鬼还是被削的比较严重 最后一个就是宙斯 宙斯的竞电厂伤害降了1%啊 每一级降了1%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的这个竞电厂 就是那个被动 他的一个被动 现在不会再打断跳刀了 以前他那个被动大家特别弹疼 就是离得很远 因为竞电厂的范围很大 离得很远 宙斯随便用小技能 我这边跳刀就用不出来了 呃 但是现在不会了 现在这个竞电厂呢 你的跳刀是不会受这个影响的 呃 还有一个削弱就是他的大招伤害被削了50点 就是满级他的大招被削了50点 一级是一样的 二级削了25点 三级削了50点 所以这个就是整体来说 我个人认为这个版本 更新以后呢 最主要受到影响的一些英雄 其他的英雄的这个改动可能就非常小 你比如说像斯文这个英雄 就是初始移动速度减了5点 呃 基本无伤大雅 我个人觉得基本无伤大雅 而且从295减到了290 本身就不快 所以就无所谓了 我我就没有给大家把这个做出来 好吧 那么这期节目呢 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 就关于改动就先说到这儿 然后呢说一下这以后的一些 我个人觉得可能会出现的比较好用的一些英雄 呃 像水人和幻刺 我估摸着幻刺是很有可能会重新登上这个舞台的 因为幻刺这个英雄除了自身被加强了以外 新出的这几点装备挺适合他的 这个回音战刃很适合幻刺去用 回音战刃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东西 然后 他在初期的时候是可以背一个这个东西的 这个东西叫灵魂之类吧 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适合前期幻刺背 因为幻刺前期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怕对方的法器爆发 这个东西可以帮你顶掉120点魔法伤害的话 对于幻刺来说是很实在的一个道具 所以我觉得幻刺是有可能重新登上舞台的 还有小骷髅 小骷髅这个英雄这个版本这个血迹 血迹吧还是叫血 好像是血迹吧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这个装备对于小骷髅来说 是一个完美的装备没有之一 非常非常完美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版本还有一些英雄 可以登上舞台的就是一些出减甲装的英雄 因为他们在初期很早的时候可以背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就是打到人身上以后减2点护甲 只要300块钱 作为很多前期物理型输出英雄来说 这个道具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而且呢效果非常直观 就是给你减2点护甲 这2点护甲在前期对很多英雄来说是致命的 因为有些英雄初始一共有2点护甲 你打了一下就没了 然后剩下的你打到他身上的 你有多少攻击力打到身上就是多少伤害 所以还是比较好 然后另外一个有可能上场的就是露娜 因为露娜的敏捷成长提高了非常多 露娜的敏捷成长原本就很高 有2.8 现在被提高了3.3 我觉得还是比较厉害的 这个是我觉得新版本可能几个会能够登场的英雄 好吧 那么这期节目就先给大家做到这里吧 也40多分钟了 那么林林总总的也是给大家汇总一下 这个版本的一些英雄改动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三好大叔 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我的视频的支持和打赏 再次感谢大家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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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